大家好 从太平湖回来 在家吊了两天 鱼口不行 所以这两天没有吊了 来镇上了 因为女儿马上就要开学了 所以这两天在镇上办一些事情 每一次出去 这个装备都洗得干干净的 摆在这里 摆在轮胎店 很多朋友都说 我开了十多年的轮胎店 真的是自从我迷上了钓鱼 爱上了钓鱼 从辉缓轮胎店从辉缓 走向了一步步走向倒闭的边缘 当然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自己选择路自己走下去 是吧 干什么 拍视频呢 怎么那么严肃一点 轮胎店倒闭了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倒闭了 为什么倒闭了 因为钓鱼 因为钓鱼 因为钓鱼啊 钓鱼技术怎么样 我 不咋鱼 不咋鱼 好 下下下下 来 到轮胎店呢 就一件事情 换轮胎 搞耳料费 钓尾费 最近呢 钓轻鱼花了太多钱 螺丝挂挂挂挂的 三块钱一斤吃鱼花 所以呢 回来 换两个轮胎 这个轮胎呢 跟普通轮胎不一样啊 它是防暴胎的 你看 这个型号呢 是2254518 防暴胎 你看 带个五角星的 RST 这就是防暴标志 你看 你按不下去了啊 看到没有 看到了 不像普通轮胎 那普通胎给你看看 你看 好 每次换轮胎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轮胎的知识啊 钓鱼呢 也分享不了啊 这个防暴胎呢 它是 它其实跟普通胎是一样的 这个正面啊 都是可以补的 但是扎钉子呢 也是正常扎的 它就是这个边色不一样 这个边色的是加厚的 防暴胎的好处 就是说 你在高速上呢 暴胎啊 或者平时这种小路没气的突然下 哎 这样可以开 所以它的安全性比较好 对不对啊 那你要普通胎的话 你暴胎的话 那 车身的高度啊 突然下一个变化 那就容易出现事故 所以这个安全性比较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不需要带备胎的 你也不需要 要是我不会换胎啊 它不需要备胎 轮胎没气的照样可以跑 它的 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它的价格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这里比较硬的 所以那个 舒适性呢 还有耐磨性呢 不是很好 这什么车道的胎啊 网马三系的 哇 那很贵吧 防茅台肯定要贵一点的 多少钱 那 要一千多 我发不见 不要问价格 现在人家还没来换呢 打电话叫车主过来换啊 摇起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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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钱的声音再次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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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轮胎用的 你看 都已经磨成西瓜皮了 你看看 然后你看这个束线都已经磨成了 像这种情况 应该立马要换了 不然的话等下干湿出来容易爆胎 你看心态的花纹 对不对 都好 像这种情况开的时候 如果下雨天的话都会打滑 然后上不坡的时候 可能都真的是 冬天的话有雪都上不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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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简简单单两个胎拿下 没办法 专业的 你哪些钓鱼也这么说 专业简简单单 一百斤的大清拿下 一十二十 哎呦三十了 哎呦四十了 凉不好料够了 好嘞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 等一下 问你 两个胎多少钱 这个防防胞胎是有点贵的 而且它换的是原装的胎 是进口的 两个胎的话 我收了两千三百块 哇塞 给我呗那么多钱 我要本钱呢 我再跟你这样搞 我这 我这奥料费 专业费真的是 没搞的了 我马上就 大清图像没换 马上我还想去换 先存点奥料费 哎呦 法不法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换大清的图像 等着瞧吧你 啊 专业们等着瞧 我可以的 拜拜